入选今年台湾清点赛36人集训名单的统医师投手胡志伟 在去年12月31日的跨年夜 向曾担任多支球队拉拉队的女友阿璐求婚成功 由于男方为台中人,女方为台北人 而统医师的队友在台南 所以两人决定在北 中,男三弟举办婚礼,完成终身大事 曾经屡美的胡志伟 是目前统医师的主力投手 而出身棒球世家 父亲是前职棒选手李都红的艾璐 在职棒和直篮多支球队都曾担任拉拉队 人气不舒胡志伟 两人的婚礼从场地、餐点、服装、影片、流程等 都花费非常多心思 艾璐并将整个过程拍摄vlog 让粉丝们一同参与这个喜悦的过程 而在台北场婚礼 统医师拉拉UNIGIRS的成员还上台 一同带领宾客跳筒医师的应援曲 将气氛炒到最高点 在1月14号举办完婚礼后 艾璐表示举办三场婚礼相当辛苦 但也相当幸运可以穿那么多次婚纱 而胡志伟则非常开心地表示 终于完成人生大事 能够举办三场婚礼 这个经验非常难得 辛苦老婆筹备三场婚礼内容 接下来我可以专心地备战新球季与WBC经典赛 11次出赛 投了23局 一胜一败3.52的防御率 21次三阵 7次保送 这是胡志伟目前为止在大联盟留下的成绩 胡志伟被克里夫兰印第安人队释出 在美国职棒是一件小的不能再小的事情 一位曾经上大联盟喝过几杯咖啡的选手 在DFA之后被原队回迁 通常不是默默消失在小联盟的茫茫人海里 就是成为交易案中用来凑数的选手 很少有在短期内再度翻身的机会 当年陈金峰被移出洛杉矶到齐队40人名单之后 回到小联盟 最后就是回到台湾 而郭洪志则是在上大联盟之前 就被技术性调度移出40人名单 他持续在小联盟附件出赛 直到后来投出了成绩 才又回到40人名单上 并正式站稳大联盟成为一代名头 所以你或许以为胡志伟现在站在美国职棒生涯的转捩点 但其实这已经是他能不能留在美国的关键时刻 胡志伟绝对是台湾之光 能够在完全不被看好的情况之下 经历小联盟的层层考验一路冲上大联盟 这绝对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该为胡志伟觉得骄傲的成就 去年11月胡志伟被从坦帕光芒队交易到印第安人队时 台湾媒体是一片看好 认为胡志伟随时有上大联盟的可能 而且拥有多位台湾选手的印第安人队 则等同是大联盟的中华队 部分台湾媒体一度企图开始造神 极力推崇胡志伟在访谈时提到的全方位肌肉训练 赞扬胡志伟把跨栏 跳高 游泳 甚至剑道和标枪都列入训练内容 但美国媒体对这个一对一交易的的看法则是保守到接近五感 当时对胡志伟的评论是他的直球一般 平均90英里出头但有需要时刻上冲到95英里 其他的取球 滑球评价并不高 但变速球则被赞赏是有何止插球一般锐利的下沉幅度 是一个该被运用的武器 当时一般评论 就是胡志伟的实力已经足以站稳大联盟 印第安人得到了寂寞冲刺的及时牛棚战力 而光芒队则是得到一位充满无限可能的17岁乐透 工具人选手透纳中T-Turner 现在不到一年过去 胡志伟被释出 而透纳还在新人联盟 投手分析网站Brooks Baseball 认为目前胡志伟的所有变化球种 都在联盟平均以下 不管是取球 滑球 申卡 甚至之前获得高评价的变速球 都不足以引诱打者出棒或是挥空 他唯一的武器只剩下一个平均球速 大约93英里的四缝线直球 但是这颗直球也一样被评论是速度和位移 都比不上大联盟又投手的平均值 而且被击出飞球的比例极度高 把胡志伟这个名字拿掉 这样子一位球探评价全部不及平均值的3A投手被释出 在大联盟再平常不过 回到2011年的玉山碑 当时还在西苑中学的胡志伟是众多球探演中的观察目标之一 同一时期受到关注的还有林子伟 陈品学 曾仁和 杨志龙等等 当时胡志伟的直球被认为是台湾同期高中生中最佳 有速度 有压力 但就是一个字 直 球探也注意到胡志伟比起同名选手相对粗壮许多的下半身 光以体格来说 有人说过他的与郭洪志有相似之处 但上半身的柔软度不足 后来所有强权豪门都态度保留 而是由明尼苏达双城队在2012年签下胡志伟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胡志伟当时唯一的武器就是直球 其他的各种变化球的未来性都不被看好 对双城队来说 这就是一张乐透签 胡志伟的直球绝对有大联盟水准 只要他能在小联盟练出一两个堪用的变化球种 那球队花的这笔签约金就值得了 事实也证明双城队的眼光对了 胡志伟的直球球速在小联盟生涯中略有进步 而后来在2015年交易大线 双城队将胡志伟交易到光芒队换来大联盟投手杰伯森凯文杰普森 也算是不亏了 直球不错 但变化球需要加油 这样的评价 我想胡志伟自己一定早已听到耳朵长简 这肯定也是为什么过去几年来 他很明显地在努力尝试锻炼各种球路 取球 滑球 切球 深卡 变速 掌心 总觉得每一种都是他的武器 但也每一种都不怎么样 只有一个变化球被人用极品来形容 但如果胡志伟的变速球就可以用极品来形容 那请问我们该怎么定义霍夫曼 Trevor Hoffman 马丁尼兹 Pero Martinez 和刚一Rick Gagney的变速球 今年季后才满26岁的胡志伟 也许还有一点时间 但是在这个时间点被释出 这表示印第安人球团对他的评价已经不高 连把他留着在交易大线前做可能交易案的包裹填充物都不愿意 这对胡志伟来说是一件不利的事 以大联盟近年极度年轻化的趋势 胡志伟虽然仍保有新人资格 但在球探眼中他几乎已经到了他就是这样的位置 已经很难去相信他还能变出新把戏 但是这就是大联盟 竞争只会越来越激烈 挑战只会越来越多 而胡志伟现在最大的挑战就是要怎么留在这个环境里 怎么得到表现的机会 来让自己谷底翻身 机会绝对会有 但是这是他的美国职棒生涯保卫战 如果在交易大线之后没能获得球队青睐 那他今年季后就得做出抉择 是否要转移战场了 终止统一师拉拉队UNI Girls成员爱露 2022年1月接受统一师投手胡志伟的求婚 两人也在今年初举办了浪漫婚礼 可说是棒球界中的神雕侠侣 甜蜜模样献杀不少人 昨13日统一师与为拳龙击战到第10局 最后是为拳龙李凯威挥出再见安打 收下胜利 而胡志伟昨日中继1.1局 是2分 没想到有不理性球迷到胡志伟的粉砖留言谩骂 这让作为妻子的暗路也不忍了 直接公开辱骂留言 并喊话不准你这样说我老公 昨日比赛在5局打完后 统一师原本以4比2领先为拳龙 后来胡志伟在6局下登板 投出3上3下 不过他在第7局遭遇乱流 先被为拳龙吉利吉捞 拱冠 刘姬红接连敲出安打 后来再被林孝胜敲出安打 追凭比数 后续两队一路敖战到第10局 并由魏拳龙李凯威敲出最后的再见安打 让魏拳龙以7比6拿下胜利 比赛结束后 就有球迷似乎不满意胡志伟的表现 涌入他的脸书粉砖留下不理性言论 甚至暗酸他有收钱 领人薪资是该听上头的 不怪你 但要演得漂亮点 演那么烂 怎么投成这样 烂成这样 上头只是这样投的吗 对此 艾璐就直接截图相关留言 并霸气反呛 上头指示 你要不要好好说话呢 后来又有一则不理性球迷私讯攻击 写下胖子长得那么丑 又爱耍大牌 被魏拳龙打成这样真可怜 还屡美 可怜的钱都打水漂 你老婆怎么会喜欢你这么丑又烂的投手 看到这则私讯 艾璐也截图下来并回复 哎 我不准你这样说我老公 虽然我常常找少亲辈的拍照 但他还是我最爱的老公 最后艾璐也顺便告白老公我爱你 并要胡志维不要看私讯了 面对球迷各种不理性的攻击留言 艾璐表示 问过律师私讯不能提告 他也没有生气 认为球迷有百百种 但他最后还是严正呼吁 啊做人身攻击真的不行吧 而且我选什么老公跟你有关系吗 你希望别人说你老公又丑 胖子吗 优优独立你 桑柳子出发 他也没有发布 我们爱你 嗯 ury优独立你